近日,福建泉州安息县举办纪念李尚大先生诞成100周年座谈会 并现场连线新加坡、印尼两个海外会场 共同缅怀尚大先生新习家园、造福桑子的大爱精神 作为东南亚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慈善家、实业家 李尚大先生和其胞弟李璐大先生 都是改革开放后最早一批回国 为家乡捐资新办公益事业的海外华人杰出代表 自1985年首次返乡到2008年逝世的23年间 李尚大先生在中国捐资总额超过1.5亿元人民币 获福建省三次立杯表彰 先生对故乡的自爱、对教育的执着 对亲人的关心爱护、对朋友的鼓励帮助 深深激励、影响的带动人一代又一代的安息人 已经成为茶香文理、做人做事的准则信条 作为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接触的学生 李尚大先生的一生都追随陈嘉庚先生的足迹 在家乡胡头镇 李尚大先生及其家族捐建的学校、公园、医院等社会公益设施 已成为桥乡的靓丽风景 此外 厦门大学、吉美大学、华侨大学、黎明职业大学等众多高校 也留下了李尚大先生捐资助学的故事与贡献 1997年开始到2009年我在吉他当了12年多的校长 在这个过程当中 李尚大先生是我们的校董会副主席 他对我们非常的亲切 对陈嘉庚先生非常的尊敬 他不止一次的跟我说 陈嘉庚三个字是金美大学的无价之宝 他是试见陈嘉庚先生精神的最好的典范 在他的身体力行的带动底下 这个金美大学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据了解 李尚大先生逝世后 他的子女们在香港成立李尚大慈善基金会 其子李川宇、李龙宇遵循父亲教诲 持续不断关心和支持家乡教育、文体、交通、养老等各项公益事业发展 2009年至今 李川宇、李龙宇兄弟先后捐资建设慈山学校 支持安息重德中学 郡明中学发展和慈山农业学校的改造 设立胡头龙溪理事教育基金和上东老人福利金 兴建胡头上大公园及上大道路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